開車開到一半 前方突然出現一名騎士要左轉 駕駛當場反應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擋風玻璃瞬間破裂 機車扭曲變形 坑躺在地 幾乎看不出原來的樣子 連椅墊都不知道在哪裡 整條路地上滿滿都是碎片 路邊民宅也受到波及 灰色轎車撞完機車又撞上 停在民宅骑樓的小貨車 車頭嚴重凹陷 現場慘不忍睹 很恐怖 回憶當時附近住戶 還是一蹟有存 原來這起意外 發生在18號週五左右 宜蘭縣原山鄉 這名騎士返家途中 行經大湖路和湖前路口 遭到往宜蘭方向的 直行轎車衝撞 當場撞飛十幾公尺 頭部重創 不幸的是松一後 還是回天乏術 而轎車撞完後 失控再撞一旁兩部車 才停下來 根據了解 汽車駕駛原本要去宜蘭玩 沒想到路途中 竟然撞到人 至於車禍詳細原因 還要警方調查理清 記者林生專搜 宜蘭採訪報道